北韩在昨天发射火箭引起了各界关注 同处于朝鲜半岛的南韩更是不敢掉以轻心 不过一些在美国的南韩民众表示 北韩这种作为并非第一次 所以不需要过于担心 要是马上就要举行的南韩总统大选 或许选情会因此而受到些许的影响 北韩宣布成功发射火箭 将卫星送入太空轨道 此举不仅让国际哗然 也引发了东北亚情势的紧张 面临最直接威胁的南韩 政府也做好准备应对 不过南韩民众则对此各有不同的反应 年轻一辈的在美南韩民众 对于北韩发射火箭处之淡然 我觉得有些人可以很担心 但是我不太担心 因为有很多韩国人 已经习惯看北朝鲜做这样的事情 下个星期我们有大选 我们韩国有大选的时候 北朝鲜每次发什么做什么 为了造成一个在南韩 很不安的气氛吧 所以我觉得 这其实没什么那么担心的事情 但由于南韩即将举行总统大选 有看法认为北韩这次成功发射火箭 可能会帮助执政党的选情 有些人特别是韩国的老人 他们已经经过韩国的战争吧 所以他们被朝鲜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他们真的不安还有担心 所以他们觉得那个执政党 应该维持他们的政权 北韩这次发射火箭 让南韩 日本及美国等等 同声谴责 而中国以及俄罗斯 则表示遗憾